不联系,不代表不在乎,而是心里清楚,连不联系都是独语,电话播出去无人接听,信息发出去不见回复,等待的滋味,别人不知道,思念的痛处,自己最明了,与其让人不屑一顾,不如主动回避,留点尊严给自己。 不多说,不代表不珍惜,而是心里明白,说与不说都是白费,有些话只适合放在心里,细细的去品味,有些人只适合住在梦里,默默的去疼惜,说多了,只会令别人更反感。 念多了,只会令自己更头疼,既然不在一个频道,要何必多情打招,不靠近,不代表不喜欢,而是心里懂得,靠不靠近都是徒劳。 真正在乎你的人,永远把你放在心里疼,故意敷衍你的人,才会把你挂在嘴上抖,抢扭得刮不甜,想求得人难全,情是顺其万别,爱要顺其自然,是你的赶不走,不是你的也留不住。 不挽留,不代表不眷恋,而是心里知道,买不买留结局一样,心里有你会主动联系,不管白天黑夜,还是毛里偷闲,心里没你会故意躲闪,哪怕时间充足,还是无所事事,就算无聊也不愿联系,说明心里根本就没你,你又何必自讨妹去,自讨苦吃,爱在心间,自知冷暖,有些人不联系, 不代表情一段,有些人不问候,不代表爱已散,有些人不见面,不代表心一变,有一种关心,在心里,无需万语千言,只需悄悄珍藏,有一种惦念,在远方,无需生生呼唤,只需默默陪伴,也许,感情就是如此,也许,余生只剩回忆,人生已经不易,感情更要珍惜, 得到和失去本事尝试,可谁也无法做到,轻易而止的忘记,活着,酸甜苦辣,中品类生活,被欢迎和中体会人生,有些感情,命中注定不会有结局,只剩下深深的祝福在心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